重點大概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當然我們有提到一個叫 這個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那關於那個住宅切到案件 它有個開放資料 那在 台北市政府的網站上面 它裡面提供了大概好像4000多筆的資料吧 當然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方法把它做一些統計 那當然現在的開放資料 它給的都原始資料 那原始資料要怎麼樣快速的 把它變成我們易於 了解而且能夠增加 對於我們將來做那個 決策判斷的時候有幫助的話 那這個部分我上禮拜有提過 就是利用樞紐分析表 然後你也可以做出樞紐分析圖 那但是呢做樞紐分析表 或樞紐分析圖之前的話 可能還是需要做一些前置作業 因為如果沒有那些欄位的話 那你當然沒有辦法做後續的動作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像我們一定要先產生 他給的資料裡面沒有區 那你要把區拿出來 那你要把那條路 或者接或者到 要把那個資料拿出 如果沒有那單 你就沒有辦法做樞紐分析表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因為很多人喔 想說樞紐分析表很簡單 對是蠻簡單的 但問題如果你沒有那個資料 那你後面根本就沒辦法做了 OK所以喔 基本上的話你可能還是 所以有的時候你要做一些 統計分析之前 真的還是要做很多的工作 那當然最重要的觀念是什麼 把一個無序的資料 或者是不是 符合那個他要的那個正規的資料 把它做一個正規化就對了 那這個所謂的正規化就是說 反正就是 是為給他想要的 那大概結構基本上跟 什麼 那個資料庫的概念有點類似 那上個禮拜另外除了這個 這個部分之外 我們還有 講有關表單的部分 那表單的部分當然喔 其實最重要 在Excel裡面呢 如果你想要把Excel拿來當一個 資料庫來用 比如說我想輸入一些資料 那這個資料的話呢 不能讓人家隨便輸入 比如說以我們上個禮拜講的那個範例 就是說呢 假設填資料 你可以只讓他填什麼 填幾個資料就可以了 比如說只填四個資料 其他資料的話呢 自動帶出來 有沒有 然後一個蘿蔔的坑 最後的話呢 還要做一些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不要 這要啟用一下 一個蘿蔔的坑 比如說一跳 一顯示出來 這邊總共呢 假設我們 A到G 總共有 七個欄位 那七個欄位不是全部都要自己輸入啦 可能就是 你讓他輸入四個 另外三個自動產生 而且輸入的時候呢 要讓他怎麼樣 輸入完畢之後 像我這邊有個Enter Enter 自動就自動輸入 不然的話你還要多個動作 什麼動作 你要按這個新增 或者按Enter 跳過來之後 再多一個Enter 這地方上面有講過 另外的話 還有最後一個部分 也蠻重要的 就是說你輸入完之後 還是 記得呢 如果你給人家資料 我還是蠻建議 一定要把它做保護的 因為如果沒有保護的話 那人家會竄改 會 自己在那邊動一點手腳 然後會造成資料的 錯亂 所以要避免一些錯誤的話 要怎麼樣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在那個教育裡面 把它做一個取消工作表 有沒有 這保護工作表 裡面有密碼嘛 他沒有辦法動 他如果有密碼 他就沒辦法變更 這個地方他沒辦法自己修改 一定要從哪邊修改 一定要從啟用表單裡面 所以上禮拜是做 第一個 如何做這個表單 那基本概念呢 就是由外而內嘛 由左到右 那這個前面的東西叫做Label 就標籤 就大A的啦 OK 然後中間的話 是小A小B 是文字方塊 第三個是新增 是那叫command button OK 基本上的話 他工具喔 不是只有這三個 其實還有蠻多的 那只是目前最常用到 是這些 那如果說我今天 運用這個 做好的時候 第二個的話 寫程式 所以第一個 所以我們大概第一個 把這個畫面畫出來 第二個的話 啟用表單 其中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按這個 啟動它 一個是 Excel打開 就自動跳出來 剛剛我們有顯示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 當我輸入這四個的時候 按新增 自動幫我放在 這個 範圍裡面的最後一列 OK 最後一列的下一個 然後 另外的話 還有多幾個功能 我上次提到 就是那個 輸入碗 還有防呆 OK 比如說這個是正常 END 就可以自動 自動再幫我把框鍵畫出來 上個禮拜都有提到啦 所以有些細節假設 你還是 不是那麼清楚的話 我建議回去再把那個 影片看過 然後呢 最重要的話 還是一定要重新再練習過 因為細節太多了 那我就不贅述了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 防呆 如果沒資料 按新增 它一定要擋下來 有沒有 一定要幫你跳到這裡 然後其他的話 一定要輸入什麼 一定要輸入是數字 如果它輸入AAA 這個當然 就把它擋下來了 這個一定要先輸入啦 假設 假設輸入 就 假的資料 負 12 好像 它第一個要擋下來 這個一定先擋下來 有沒有 然後這個就 好 第二個這個要擋下來 這個要把它輸入 正確的 第三個這個還要把它擋下來 因為是 0到100之間的數字是正確的 OK 所以你會發現基本都防呆了 那當然其他還有可能還有別的啦 你就把它全部防止 再按新增 按Enter就可以了 不用新增 這樣的話 我們就畫出來 即便你把它關掉的話 它也沒辦法修改 因為裡面呢 只已經防 那防之外呢 當然 其實我們 有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 VBA本身呢 也是不能夠 這個怎麼樣 直接去 處理裡面的資料 因為如果保護 除非說你要動態的把那個保護取消 有沒有 我講過那一行很重要 而且非常的好用喔 而且 很好記嘛 有沒有 ActiveShoot 點什麼 Unprotector 然後刮符雙引號裡面 你又給什麼 給一個密碼就可以了 有沒有 後面的話在 開頭是Unprotector 然後呢 最後結束的話 記得要再 Protector回來 這個非常好用喔 因為你如果這樣做的話 等於這個系統 它就是還蠻穩定的 不會讓人家隨便篡改 但是有一個問題啊 什麼問題呢 就是如果有聰明的人 他就自動會把 把那個開發人員打開 有沒有 然後呢 直接去看你的 VBA程式 如果你VBA程式 假如沒有 保護的話 那他就知道說 你的 而且他有學過的話 當然他只要打開什麼 他就會這邊打開 但是他 如果呢 他裡面的那個 如果你沒有設密碼 他馬上看到程式 但因為你有設密碼 他也看不到 所以喔 另外一個部分的重點 就是說 以後如果你寫的VBA的話 這個就是你的智慧財喔 OK 所以你的智慧財 這個權喔 你就要懂得保護喔 那怎麼保護 我上禮拜講過啦 你可以再加一個密碼 OK 那一定要輸入正確的 只有你才可以去修改 然後呢 我們就表單裡面有沒有 其實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就這個程式啦 這個我是寫在這個按鈕上面 會點兩下 有沒有 然後裡面的話呢 就是這個 就是 動態的取消保護 Unprotected 然後最後的話記得呢 再把它protected回來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那其他的細節啦 我想 這些 就是全部寫完的 也是洋洋灑灑的 但是其實就是我們 上個禮拜講的 OK 其實每個地方 都還蠻細微的啦 如果你想要真的了解的話 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OK 然後 這次把它放到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字也許再放到12好了 OK 每一段每一段喔 你可以在雲端上找到對應的 OK 那說明檔的部分呢 基本上呢 就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邏輯函數 然後找到表單設計這裡 打開 就這個地方 程式都在這裡啦 所以 如果假設細節不太清楚的話 第一個要不就是 你在這邊看 第二個的話就是 看一下那個 這個我們的論壇裡面的影片 上禮拜總共就這麼多 1、2是樞紐分析表 3到 這是 有一個是 應該到這裡而已 這個好像是多的嗎 這個是不是 這不是吧 OK 所以這個可能是 都放了 到這裡為止 OK 總共有九段影片 回去的話呢 也許可以再把它了解一下 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接著繼續來看 有關日期、時間方面的相關的觀念 其實日期跟時間 基本上的話到底是什麼 然後呢 我們將來要怎麼樣處理 日期跟時間的問題 而且滿重要的 我發現很多人 對於時間這部分的資料沒有概念 所以你將來要算時間 那就會很容易出錯 尤其是什麼呢 尤其是這個地方 重點一起提好了 尤其是你要產生的是 因為其實日期裡面當然包含了 總共有幾個相關的資訊 有沒有 第一個一定有年 第二個一定有月 第三個一定有日 第四個可能 有沒有這個三 禮拜幾這個不一定會顯示 對不對 當然如果你要 還有時間的話呢 那還有什麼 還有10分秒 有沒有 幾個小時 所以你會發現有這些東西 那其實最大最大的問題 大部分第一個 我們要如何計算 兩個日期之間相差 幾天 幾個月 或者是幾年的問題 OK 那另外的話 當然還有什麼 兩個時間的比對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大概 第一個問題是 如果我先開啟綜合練習 我希望呢 可以幫我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年曆 這個年曆的話就是 假設我們改成 2015 改成2020 今年 我如果今天輸入的是 今天的日期 你會發現 這邊是 裡面的資料 那 它顯示出來的 是 民國年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做這件事情的話 因為一般輸入的話一定是 7元年 可是我今天想要顯示的話 不是 西元年 我希望是 民國年 OK 還有這個規則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啦 我們先切到 今天好了 我們在還沒做這個之前 因為待會希望什麼 1月 最好是向右向下 整年的年曆 就一氣呵成 不過這個部分可能需要用到 函數 對不對 哪些函數可以辦得到 第二個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最好進一步就用VBA VBA按一下按鈕 最好是什麼 跳出來問你說 你要哪一年的年曆 有沒有 然後你輸入那一年年曆 他就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那一年年曆 給全部做出來 做出來就算了 還沒有 因為年曆裡面還有 禮拜六禮拜天 大家問 年曆裡面 禮拜六禮拜天 一定會給個不同的底色 對不對 那最好是什麼 可以 禮拜六禮拜天 也給我不一樣的顏色 那我一看就知道 哪些日期是禮拜六禮拜天 OK 大概是這樣 等下會 把這個完成 最後的話 就是有這個 綜合練習 不過在了解這個 這個作業 這個練習之前 我們先切到today today部分的話 這邊的話 我們大概在這邊 第一個 我們先在c3的上面 假設我今天要取得 今天日期的話 當然最簡單的方法是到 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日期時間 然後呢 我們就找到哪一個函數 today OK today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 他說不需要引述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去抓電腦的時間 你這台電腦的時間 假如是沒錯誤的話 你按確定 他就自動抓過來了 OK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 底下當然你可以拉寬一點點 底下呢你還可以再插入另外一個函數 叫什麼 叫NOW 有沒有 這邊有個叫NOW 那也沒有引述 按確定 你會發現結果會一模一樣 但是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其實最大的差別是在哪裡 你把滑鼠 選取他們兩個 按右鍵 出售個格式 把它改一下 如果單單日期看不出差異 但是如果有時間的話 特別說我找一個 有年月日 還有10分 AMPM這個好了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Today的話 它裡面會顯示 一律只有到 怎麼了 12點停住了 沒有了 OK 但是如果NOW的話 還會多現在的時間 OK 所以NOW 除了有日期還有時間 也就是如果你將來 你要取得電腦的日期 Today就好 如果你要日期跟時間 那用NOW 記得 另外的話 還有個格式 我們按右鍵 出售個格式 剛剛我們用的是時間 把它改這個 改這個 有年月日 還有10分 還有AMPM 那如果說我今天 把它改什麼 改個通用的話 改通用是什麼意思 特別說通用格式意思說 我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恢復它最原始 記錄在Excel裡面的原始狀態 那什麼原始狀態 我們按確定 你會發現 在Today的話 它會顯示出 44137這個數字 而且是整數 那如果你是NOW的話呢 它會除了44137之外 後面還會有小數點 有沒有 點 什麼 78927 還串 你想說奇怪了 為什麼它會這樣紀錄 跟各位講 其實呢 在Excel裡面的 日期部分 它是跟 1900年的1月1號 有沒有 這一天比較的話 相差幾天的意思 也就是從1900算第1天 1900年1月2號算第2天 一直來到這一天 就今天 總共已經 經過了4萬多天了 OK喔 所以你也可以在旁邊練習一下 1900斜線1月1號 如果你把這個日期 把它儲存格格式 通用格式的話 你會發現它就1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當然如果你把它改 當然如果你把它改 當然你把它改2好了 2喔 假如你把 再儲存格格式 改回日期的話 它就變成1900年1月2號 有沒有OK 所以你可以想 就是其實日期 基本上就是一個數字 而且是整數喔 沒有小數點喔 那你想說 那為什麼還有小數點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後面的小數點就是時間 也就是說 如果你經過一個小時的話 一天是24小時 所以一個小時就是1 4分之1 有沒有 有沒有 OK 那如果兩個小時就1 2分之1 有沒有 意思類推喔 所以儲一定是儲不進的 那如果要儲得進的話 大概就是 大概多少 比如說我假設 一整天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 0 0的話是 12點 0乘12點 如果過3個小時有整除的話 好像是0.125吧 如果你儲 還是0.0125 如果不確定沒關係 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把它格式換成時間就知道了 時間你可以取一個什麼 有AMPM的 OK然後有 其實整點就可以啦 有10跟分就可以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 如果剛剛是0 0.125剛好 就 會是3點 那如果你把它往下填滿的話 也就每0.125的話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呢 往下填滿的話 一直到哪裡呢 到這邊你看喔 又到隔天了 因為呢 又 有沒有 3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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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的 有沒有 OK 所以喔 基本上的話 日期的部分呢 就是後面的小數點 OK 那你想說老師 那這樣不是很麻煩嗎 到時候我們要怎麼計算 跟各位講 還好 在Excel裡面呢 它有一些函數喔 就是專門讓你 計算 10分秒 跟年月日部分 OK 所以喔 請各位喔 先大概了解一下 這部分 第一個喔 我剛剛是用now today跟now 那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我們可以把它格式化成通用 不過呢如果我今天呢 再把它改回來 改回日期好了 日期按確定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想要做一件事情 請各位 也許在旁邊練習吧 控一個儲存格吧 也許請你幫我把什麼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格式化成什麼 格式化成綜合練習裡面 看到的這個東西 就是民國年 有沒有 然後點 01 01 然後星期幾的話 如果我要把這個變成剛剛的格式 該怎麼做 按滑鼠右鍵 儲存格式 那你想說裡面有沒有我們要的 第一個 要把 西元年改成民國年 那怎麼把它改成 第一個喔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喔 在日期裡面喔 如果你的電腦 是Excel的繁體中文版 一定會有多一個功能 就是 叫做 中華民國力 可是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的版本 不是繁體中文版的話 那一定就不 像之前有同學 電腦剛好是英文版 英文版 會有嗎 當然不會啊 對不對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喔 如果 你要有中華民國力的話 一定是 繁體中文版 但是要怎麼剛剛好 跟剛剛那個格式一樣喔 特別是你如果選這個好了 這個好像比較接近 但你按確定的話 它頂多是長這樣 但是不會完全一樣 那怎麼辦 跟各位講喔 你可以再有一招 一般習慣喔 如果你要找到 你希望建一個格式喔 但你只能找接近的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改成一模一樣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以後呢你可以利用格式裡面的制定 也就是你先找一個接近的 然後再把它制定 制定的話呢 怎麼制定法 切過來 第一個的話你會發現喔 它這邊喔 其實前面會有個中瓜糊 你不用理會它啦 後面這個1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民國年的數字 然後呢 後面的斜線有沒有 其實如果你不要用斜線 你可以改成點啦 有沒有把它delete掉 改成點 這個都變點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也可以把它改成點 然後呢如果你希望呢 月份的部分兩碼 日期變兩碼的話 那怎麼辦 很簡單吧 你把它m改成什麼 mm d的話呢改成什麼 dd就可以了 OK你會發現喔 0有沒有 11月本來2嘛 2號 現在就變成02了 OK喔 那是固定的喔 如果兩碼的話 以後記得喔 mmdd 這個其實在蠻多地方 都是一樣的 像資料庫裡面也是這樣用 mmdd 最後如果還要什麼 還要一個禮拜幾的話 瓜糊對不對 所以你看dd後面再加一個小瓜糊 移到中間 禮拜幾總不能自己打吧 今天星期一要打個 什麼周一 不對 如果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讓它顯示周幾的話 很簡單 你要在 小瓜糊裡面打3個a 小a 1 2 3 週一就出現了 OK你把它按確定 那我們就 做出我們要的效果了 OK喔 不過可能就馬上會有同學說 老師那你怎麼知道 AA是週幾 其實跟各位講喔 以後如果你有些格式不知道沒關係 你可以去查 怎麼查 日期裡面有沒有 你看一下 切回到犀利好了 那就會有星期幾跟週幾 如果你想知道週幾裡面的公式 公式是什麼樣 的內容的話 你可以再切到制定 那你可以看到喔 這個時候的話有沒有 中瓜糊後面 分號前面 就是3個a 那你把這3個a怎麼樣 把它放到你要的那個公式裡面 這樣就OK了 請各位試一下 大概主要重點 第一個 先 輸入 today跟now 然後順便了解一下 today跟now的那個差異 然後呢 再試著把它格式化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也就是說呢 其實一天 在那個Excel裡面 一天就1啦 就數字整數1 那如果有小數點的話 就時間 一個小時就是二十分之一 那如果二十分之一、二十一分之一個小時 然後如果 經過二十四小時之後 那就 整數又取得一了 就一天之後 所以就加一天 OK 那如果也就是這個概念喔 如果以後呢 你要算喔 兩個日期相差幾天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就相減就好了 減完之後一定是整數 因為只有日期的話 假設沒有時間喔 那就會得到相差幾天 那比較麻煩的應該是 相差幾個月 跟相差幾年的部分 因為幾個月喔 月份的數字有論年沒有論年的問題 28天、29天 還有大月、小月 30、31 那年的話當然有365天 還有 如果你有論年的問題的話 那你會有366天的問題 怎麼辦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當然喔 你就要想看有沒有什麼樣的 方法 如果在Excel裡面喔 如果遇到像 計算年跟月的部分喔 要求的很精確的 這個日期計算的話 那你該怎麼做 那我們待會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了解一下 這一個NOW這兩個函數 並且把它們 格式化成民國年 試試看喔 好 谢谢大家